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在即 加入公民身份问题引起各界的争议 专家和民权人士普遍赞同 对抗白宫剥夺少数族裔选举权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站出来参加2020年人口普查 根据人口普查局官网介绍 人口普查是一项由美国宪法规定 计算居住在美国人口的调查 自1790年以来每10年进行一次 所得数据将会决定美国各州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 以及联邦政府如何分配数万亿美元的项目资金 各界各行的人士也会利用人口普查的资料 来推动事业研究疾病防治进行市场调查等等 每过10年美国都将举行一次人口普查 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博·罗斯表示 在收到司法部的要求后 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将加入是否是美国公民的问题 这个决定引来各州挑战 4月5日 在一场由主要民权团体举办的媒体传讯会中 民权与人权领袖会议总裁兼执行长古普塔 全国西语义民选和任命官员教育基金会 执行总监瓦格斯 全国都市联盟总裁兼执行长莫里尔 亚美公益促进会主任杨约翰等人 表达了对2020人口普查的担忧 瓦格斯指出约有5800万人口的西语义是全美第二大族裔 占全国人口将近18% 在网界的人口普查当中 西语义群体被严重低估 而最容易被忽略的则是儿童 全国都市联盟总裁兼执行长莫里尔表示 改变普查内容背后的意图 是为了压制非白人人口的代表性 莫里尔指出 非裔社区人口长久以来都被低估 相反 白人人口不但没有被低估 反而被高估 2000年与2010年都被高估了1% 莫里尔还指出 毫无疑问 如果交由人口普查局专家做决定 形势一定会被扭转 一旦政府介入 政治力量就压倒了一切 亚美公益促进会主任杨约翰指出 政府删减50%人口普查员和办公室的举措 将会大大削弱 跟进那些最初没有参加普查的民众的能力 2010年人口普查发现 亚裔是全美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族裔 2000年到2010年之间 亚裔人口增长了46% 其中80%为移民或移民子女 他们被低估的风险非常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